好,我们下面接着来看第三段 第三段说 Alfred stayed in the camp a week before he returned to Athelny 这个阿尔弗雷德呢 待着在这个军营里待了一周之后 然后就返回了 Athelny,就是他自己的 这个大本营 这个里面有一个词翻译要注意 就是这个before,咱们不要反译成 在他返回Athelny之前 在军营里先待了一周 这个特别别扭,咱们翻译成 他在军营里待了一周之后 然后返回了Athelny 这就特别通顺了 这个before啊,先后的顺序是没有问题的 before这个事,before后面的东西 肯定是后发声的,前面是先发声的 但是呢,这个翻译起来 确实要注意,翻译成中文有很多 翻译的方法,不一定有翻译成在什么 什么之前,经常可以当副词 翻译成然后,咱们看几个例子 I shaved before I went to the party 不翻译成在参加聚会 之前我先刮脸 这特别别扭,翻译成什么呢 我刮了脸,然后去参加这个聚会 先后顺序肯定是不变的 刮脸是先发声,参加聚会后发声 但这里翻译成然后更通顺 但是这个before呢,跟它词性没有关系 before翻译成然后时 或者在什么什么之前 它既可以当连词,也可以当戒词 这是没关系的啊 你比如说我们看在三册28个五磅也太贵 有个书后题 里面出现这么一个句子 but I decided to disembark before buying anything 这个before,后面加了buying anything buying是动名词 是我们before这当借词来用了 但它的词性跟它的翻译是影响不大的 翻译了什么呢 但是我决定什么呢 你不能翻译 但是我决定在买东西之前先下船 这不通顺呢 咱怎么翻译呢 但是我记得先下船 然后再买东西 船上卖的肯定贵 我到了城市市场里面买肯定便宜 我觉得先下船 然后再买东西 这before还说然后好 这个更好一些 before的特殊翻译在三册讲过很多 咱们再做做复习 比如如果强调主机的时间特别长 就是特别是比预料都要长一些 咱们一般翻译的财 过了这么长时间财怎么样 你想 it will be a long time before we meet again 不翻译成 在我们再次相见之前 有很多的时间 这不通顺 要过很久 我们才能再次去见面 当做父子来翻译 还有三册的第二课 十三等于一这个书 looking at his watch he saw that it was one o'clock but the bell struck thirteen times before it stopped 看了看表 他看到现在是一点钟 但是大钟敲了十三下才停 本来应该敲一下吧 敲了十三下 长了这么多倍 对吧 所以反正敲了十三下才停 而不翻译成在停以前敲十三下 对吧 但如果强调主机时间 比预料的要短一些 那翻译成就 对 比预期的短 你像 I hadn't waited long before he came 我没有等多一会儿 他就来了 所以这个before 先后顺序肯定是没错的 但翻译成中文 要注意根据上下文 可以灵活掌握 好 再回到文中 这个阿尔弗勒的 代理州之后 返回到自己的大本营 Athony到这个地方来了 然后呢 他说了 the force there assembled was trivial compared to Denis Ford 那么他在那里 集结的部队 与丹麦人的大部队相比 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里边 咱看看语法成本的分析 这个the force 这个force在这 不能反正力量 而是表示部队的意思 我们说空军可以叫air force 陆军可以叫land force 当然海军不叫sea force 海军的navy 这是部队的意思 their assembled 是过去分词短语 当后制定语 修饰这个部队 在那里被集结起来的部队 这个assemble 我们说了吧 就是把动词地去掉 assemble这个动词 表示集结 既是集物 又是不集物 在这当然是集物动词了 因为他们被动了嘛 被集结起来的部队 然后呢 未动词是was trivial trivial就是上门中 我们见过那个little 微不足道的 微不足道 跟谁相比呢 与丹麦人的那些大部队相比 是微不足道的 compared with something 是固定的 非未动词当状语 就要与什么什么相比 固定搭配 背下来就行了 与丹麦人的部队相比呢 他在那里 就是ethon的集结的部队 是不值一提的 可能 就这个两三个人来 七八条枪 两三个人 七八条枪 可能是 这个是 是不足一提的 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assemble 在这当集物动词来用 我们刚才在单词中总结过 做集物动词呢 这个集结就比较少了 我们所有的集结集合 都能叫当部集物动词来用 但能当集物的比较少了 可以用这几个 咱们还记得吧 the force they're assembled 或gathered 或mass 这三个可以当集物动词 they're assembled 其实相当于 which was assembled there 在那里被集结起来的 这个which和was 被去掉了 直接有 因为加上which was的话 那是定语重句 那么去掉which was之后 变成非被动词了 这个there可以放到前面去 放前方后都可以 或者gathered there mass there 都可以 这三个可以当集物动词 也可以当不集物动词 所以在这 当集物用被动 是没问题的 因为这个部队是被集结的 为什么呢 那不是 alfred是领袖 他把部队召集到一块 是微不足道的 是这么一个 那么后面那个trivial 就是相当于little和insignificant 就相当于本文中第五行开头 第五行开头那个little 它的小股不对 那个little compared with 这是复习了 与什么什么相比 compared to compared with 固定搭配 但最终直接当状语 与什么相比 也空借字端语当状语 in contrast to in contrast with by contrast to by contrast with 可以 或者compared 它的名词形式也行 in comparison to in comparison with by comparison to 或by comparison with 都可以做固定搭配 叫与什么相比 与什么呢 与丹麦人的那些hoard 这hoard本来叫一大群人 但是用hoard这个词呢 一般来说略有贬义词的味道 比如乌合之众 一帮贼啊 一帮强盗啊 它一般有不好的意思 特别类似中国人火 来了一伙贼 一伙强盗 你不能说来了一伙劳动模范 这个就不通顺了啊 这个hoard在这用的好 感情色彩也对 与丹麦人那些大部队相比啊 不值一提 但是呢 阿尔弗雷德呢 不为所动 他心中有根 为什么呢 but Alfred had deduced that the Danes were no longer fit for prolonged battle and that their commissariat had no organization but depended on irregular raids 但阿尔弗雷德很自信 因为他都摸过敌了嘛 去部队里都见了嘛 看语法分析呗 白颜色的可以看到 句子主干结果 是主句了 对吧 阿尔弗雷德得出结论说 deduce是推理推导 名词叫deduction 推理 我们说过 然后呢 that这是一个病誉从句 然后这个that引导 第二个病类的病誉从句 中间and连接到一块了 它推导出什么呢 就丹麦人Danes 已经不适合这些持久战了 be fit for 表示适合 咱们在第八课贸易标准讲过 这个fit当形容词 后面可以加for something 也能加to do something 适合做模式也行 后面加个冒号 可以表示解释 为什么呢 然后引出第二个并列的 这个病誉从句 这个病誉从句 等于是对第一个病誉从句 进行解释了 这中间加冒号 这冒号后面 加不加连次都行 大家在这加连次好一些 加不加都行的话 再加好一些 为什么呢 那两个我表明是并列关系 加个and好一些 说明呢 这个大家从句 也是做第六四病誉 我们说过两个并列的 病誉从句 都是这个病誉从句的话 那么即便第一个连次弹 能省略 第二个弹 不能省略 为什么呢 因为省略弹之后 我不知道后面句子 是主句并列 还是从句并列的 所以这个大家必须加上 我们知道 这依然是做第六四病誉 并且还推导出什么呢 他们的这个commissariat 叫军粮供业部门 军需部门 怎么样 根本没有任何组织 而只能依赖于 不规律的强劫 这个but不能犯着但是 但犯着而是 no不是你们藏那个not吗 no不是not any吗 not but 是不是而是 而只能依赖于 不规律的这个强劫 这个dependent 是跟前面那个head no opposition 这个head是并列的 都是一般规律式 好 这是语法成功的分析 这个第一个 咱们先复习 那个fit适合 咱们在第八课讲过 这个fit表示适合 它有个特殊的含义 它一般强调 达到一个足够好的标准的 对吧 这个搭配呢 是be fit for 适合来做某个东西 或be fit to do 适合去做某事 这都行 但它一般都强的 达到一个好的标准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第八课 见过的句子 这是出自我们的 这个第八课里面的 第一句话 Chicken slaugh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claim the fish and bursters are not fit to graze European tables 布鲁塞尔的官员声称 在美国屠宰的鸡 不适合装饰 是欧洲的餐桌 说明美国屠宰的这个鸡呢 卫生不好 它不适合欧洲人吃 没有达到好的标准 本文中也是呢 它的战斗力根本就达不到 这个持久战的标准 所以呢 用这个搭配是正确的 加for 加持久都对 好 另外呢 我们看这个没有任何组织 只能依赖于这个 而是只能依赖于 布鲁塞的抢劫 这个but是跟前面 no里面藏着一个not搭配 不是而是 咱们的复习以前说过的 not that but that 就不是因为什么 而是因为什么 这一对可以顺便记住就好了 只不过呢 如果后面加that 它肯定是跟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指缘音了 咱们见过 not that I love Caesar less but that I love real more 就复习吧 咱们早就说过了 不是因为我爱凯撒爱得更少 而是我爱罗马爱得更多 不是我不爱凯撒 而是我更爱罗马 但确实跟的是原因 好 这个阿尔弗雷德呢 根据当时审识多事 看到这是进攻他的好时机 第三段是分析一下 当时呢 尽管是敌众我寡 但是从大的这个这个方面来看 似乎我们打不过他 但阿尔弗雷德心中有这个有底气 为什么 这是因为他当过这个间谍 也伸入到敌军内部去吗 说明这个间谍没有白当 最后这个战争是怎么打响的 咱们在第四段再记得看